韩国品牌旗舰手机呢是选在今天正式开卖 还讲了艺人安心雅搭着跑车出席活动 而台湾呢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开卖的国家 号称简约的美食设计 首卖当天限量150只 所以民众呢还可以获得限量的手表一只 昨天晚上就有人呢为此漏夜排队抢着投降 而安心雅则是化身旁德女郎 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她的使用性能